这是蜂蜜啊 我以为是绝缘7呢 这是浙江温州的一位朋友寄过来的 他自己买的套件和电源在家改装到一半 他感觉搞不定 所以说寄过来我这边改装 信息带有点焊锡 这是蜂蜜 套件 不知道内部什么情况 所以说就不通电了 直接拆开 看一下什么情况 然后再通电 他说这块电路板都铜箔都要焊坏了 我看他要么就是电漏铁不行 他这个焊锡应该是也不行 待会咱们试一下他带过来这个焊锡咋样 你看这一部分明显光泽度不行吗 这焊锡不行 咱用他带过来这个焊锡试一下 大家看这个焊锡啊 融化的时候挺亮 然后一凉就变成磨砂的感觉了 看到了吧 看再试一下 很亮 然后凉了之后看 一门变色了 变成磨砂的感觉了 没有光泽度了 来试试我这款 也是我以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啊 橱窗里有这款 这个优质焊锡和略质焊锡 很明显的那种区分出来啊 你看这个光泽度 很明显比那个光亮 更主要是他流动性好 你焊接的时候很容易就焊接好了 350度产型烙铁招 先把它再焊上去的两个管子拆掉 焊盘要处理一下 需要用大量的优质焊锡 把它这个焊锡给置换下来 不然这个孔很难熄开 边压器拆掉 直接他要改120V25A嘛 电容是他自己焊上去的啊 然后都打点焦 这个电感一定要打焦 他这个就松动的比较厉害 改这玩意吧 其实没啥技术含量 熟能生巧 关键你得电烙铁的好用 然后焊锡丝的优质焊锡 然后再有个吸吸器 然后就加上时间就搞定了 只不过是我改的多了熟练点 用的时间短点 你用一上午或者是一天时间还不行吗 主要是你工具要到位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他用的是无铅焊锡 这个就是用点高 一般初学者谁去买无铅焊锡 你看看那无铅焊锡的价格 他会去买吧 一般都是啥便宜 他买点啥 再一个从焊接和实用效果上也能看出来 这是不太好的焊锡啊 也就是含钱量太高 有的初学者总是抱怨自己的焊接技术不行 其实呢 第一你的烙铁温度不行 然后第二呢 你的焊锡丝质量不行 你看这个焊出来多光亮 这个轴承也不行了 听 下面咱们就跟着音乐来看一下吧 没啥特殊的 就换轴承加个铁手 围板是我事先做好的 然后最后我又送他两个焊锡的试用装 让他回去用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有花的族情容刺着窗上 有光洒家颜色的沙 收心眨眨望花 我在梦里找寻她 时间像流水幻花 心事如云飘翻天涯 月亮她正眼说着梦幻